在移民和邊境安全援桌會上 邊境執法人員向總統展示了 繳獲的毒品、武器等非法禁物 根據國土安全部的信息 過去兩年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逮捕了26.6萬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 涉及4,000起暴力謀殺 去年12月26日在執勤時 被非法移民槍殺的32歲警員辛格的兄弟 也應邀參加了援桌會 他希望悲劇不再發生 最新民調顯示 79%的選民認為 南部邊境是個問題或存在危機 不過在是否健強問題上 白宮與國會民主黨經過三輪談判 仍無結果 民主黨人堅持基本維持現狀的 13億邊境安全預算 而川普則要求包括57億美元邊境牆建設在內的撥款 民主黨人目前仍堅持不建牆 政府關門進入第20天 部分受影響的聯邦僱員走上街頭抗議 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正在國會努力 希望用解決夢想生身份問題 換取民主黨人對建牆的支持 川普則呼籲民主黨人能夠做出妥協 在華府談判僵具未解的同時 新一批大篷車移民正在宏都拉斯集結 預計下週向美國移動 墨西哥移民局長周三已啟程赴宏都拉斯等中美洲國家與同行協商爭取他們的配合 他告訴媒體對非法入境者墨西哥準備好遣返他們 對於邊境危機川普表示 如果始終無法達成協議 他將宣布美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從而繞過國會直接建牆 新唐人記者李蘭豪麗 紐約華府連線報導 新售支配 做不來的 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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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通報